来自作者水木然的文章 世上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讲道理 曾看过一个提问 有什么道理是你长大了才懂的 有一个回答被众人占到了高处 小时候总以为游离走遍天下 后来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从不讲道理的 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就是那些最会讲道理的人 这个社会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去讲理的地方 家庭不需要讲道理 先看看家庭 家庭是一个需要讲理的地方吗 不是 家其实是一个需要讲爱的地方 我们和爱人家人的沟通 如果一味地讲道理 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缺少温馨的感觉 不像一个真正的家 尤其是很多男人在外面应酬习惯了 回到家跟老婆讲理 这应该怎么样 那应该怎么样的 这其实是一种很错误的沟通方式 只能积累矛盾 一个男人如果只跟老婆讲道理 说明他已经不爱他了 家需要的是包容和关怀 你再能赚钱再有理 到了家里都得卸下理性 卸下外面的光环 不要再去盘算应不应该 对与不对 怎样才合理 而是应该给家人倾洒你的爱 职场不需要讲道理 职场或者生意场 是一个需要讲理的地方吗 也不是 职场主要是一个奖励的地方 我们在和伙伴或者客户沟通过程中 如果一味地讲道理 你的客户或伙伴就会对你越来越没有兴趣 没有人喜欢听你的大道理 你要记住 每个人都是来牟利的 只有道理没有利益 你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你只有把人对利益的需求满足了 人们才会跟你 如果不能满足他人对利的追求 你再对又如何 再有道理又如何 现在大家发现了吧 家庭和工作 这两种人生的最常见的场合 都不需要一味讲道理 跟强者不能讲理 那么面对强者或是尊者的时候 要讲道理吗 其实也不需要 面对这些人最需要讲究的是一个字 是理 比如面对长辈的时候 无论你做得多好 也得表现得恭敬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或者有理 就可以在任何人面前理直气壮肆无忌惮 甚至去冒犯他们 这就是最大的无理 尤其在面对强者的时候 你就更没有讲理的份了 你再有理也要隐忍不发 让自己处境安全 悄悄地积聚力量 跟弱者不能讲道理 面对弱者的时候 需要讲理吗 也不需要 对弱者最需要讲的一个字 是人 如果我们总对弱者讲理的话 只能说明越来越冷血 弱者本来就是按照强者设计的逻辑生存 如果不能给予弱者足够的关怀 弱者就会和强者走向对立面 积聚社会矛盾 强者要对弱者仁爱 给予让他们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这是社会最大的人词 也是强者最大的智慧 冲突时不能讲道理 那么出现冲突的时候需要讲理吗 其实也不需要 现在唯一能解决冲突的是法 而不是理 如果只讲理的话 就不会有防卫过当这个罪名了 很多人在遇到和别人冲突的时候 以为自己有理就可以大打出手了 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现在是怎么处理打架事件的 首先看谁动手 再看谁把谁打伤了 只要你动手了 哪怕你有理 哪怕是你是在自卫 也要负责任 而且如果你把别人打伤了 得负刑事或民事责任 这跟你有没有理 关系并不是太大 动手即违法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 其他各种软性的冲突 处理冲突时 懂法的人远比讲理的人要占便宜 要更高明 随着法律的完善 未来是一个越来越讲法的社会 现实告诉我们 在遭遇不公的时候 单纯靠讲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很多人遇到不公平的时候 发现纸讲理没有人踩你 然后豁出去了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把事搞大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比如之前那个奔驰女车主 车子质量明显有问题 去跟商家讲道理根本讲不通 后来坐在车上拍视频 才把问题解决了 笨人都在讲道理 高手只会讲故事 《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是 道可道 非常道 意思是 凡是能用语言表达的道理 都是不是永恒的道理 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道理 只要你表达出来了 就一定是有漏洞的 那么不讲道理 我们讲什么呢 讲故事呀 为什么讲故事比讲道理管用 这个世界的本质 就是靠各种故事 构建的一个大场景 世界上最大的特权就是讲故事 谁拥有了讲故事的权利 谁就拥有了掌握的地位 宗教 政治等组织都会讲故事 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写作 儒家 佛家 道家的一些经典 最大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故事 世界上最高明的行为 莫过于通过故事影响人 讲故事之所以威力巨大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 是只有思考 没有答案 所谓大象无形 正因如此 它往往可以颠覆一切大道理 这个世界最终属于那些 最会讲故事的人 故事把冰冷的真相 变得柔和和浪漫 世人从来不善于接受真相 真相也只有披着故事的外衣 才更容易为人们所认知 接受 这个世界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 我们需要极高的智慧 才能看清其中的各种门道 好 今晚的分享就这样